在父亲的家乡 徐文汇了解了很多 有关父亲的革命故事 1927年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随后徐海东奉命回到家乡 组织年关暴动 不想暴动失败 徐氏一族66口惨遭杀害 直系清书27年 也稍微远一点清书39 加下66口清书 所以从那以后 我父亲就觉得 这个革命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要留学牺牲的 就更加的要组织 对革命啊 对这个要打击蒋介石 这个决心就下得更大 他原来的名字不叫徐海东 他叫徐原青 老人们以前的名字都排倍数的 我爸爸属于闻原字背的 叫徐原青 后来他为了参加革命 自己就把这个名字改成徐海东 他那时候看了罗渣烙海 他就说要像罗渣烙海一样 能把大海闹动 所以就叫徐海东 后来人们把叫徐海东 动动就把他改成徐海东了 一路上徐文慧拜访了很多 父亲当年的老部下 如果不是他们 徐文慧无论如何也想不出 父亲这样一个小瑶宫 是怎么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搅得天摇地动的 他们就给我讲了我爸爸的性格 特别是我父亲的老战友 他们就说那打起仗了 他说你爸爸是个非常凶恶的老头 他说打完仗了 是不是个可爱的老头 给我是这么讲 他说那时候我们呢 就那些叔叔讲 他们都很小 因为我父亲呢 他的那个红二十五军的部队 从十二岁差不多 到我父亲的三十几岁 那么这个差别 一般的部队 他的那个部队人员 都是从十二到十七岁 所以国民党呢 说我父亲带的 是一个童子军 都是小孩娃娃军 1934年 这个被称作徐老虎的人 带着一支娃娃军 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从河南何家冲出发 开始长征 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 长征的经历 徐文慧很多 都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因为他的母亲 周东平就是红二十五军中 参加长征的七位女战士之一 这些女同志也真是苦了 他们男的吃得那样苦 女的也得吃 特别我母亲个子非常矮 差不多一米五 一米四八四九的个子 你看那个人又矮 那个脚吧 还是原来裹小脚放开的 所以走起路来就更困难了 所以就说人家走一步 男同志走一步 他两步 他在跑三步 就在这么 人家走 前面走 他在小跑跟着 就在这么走 也挺辛苦的 不容易 这些女同志 能长征下来 真是不容易 还要背着药箱子 各种东西 长征路上 一路走 一路打 要是有战事负伤 卫生员就显得尤为重要 徐文慧还记得 母亲曾经对他提起过 部队到了闪南后 有一次 父亲在瑜伽河战斗中 身负重伤 那时候我父亲打了一枪 就从这儿进去 这里耳后打出来 把这个耳朵打聋了 所以这一枪 我爸爸这一次受伤 昏迷了 因为靠近头部脑子 就昏迷了好多天 这个伤的血啊等等 那是当时 就咱们卫生部长 前信中 他负责给我父亲 做这个手术 我母亲那时候 他就负责跟前信中 负责我爸这个 完了用嘴啊吸血 那时候没有吸引器 就靠嘴吸 就是我爸爸这一上 多亏我妈妈的护理 所以从那护理以后 他们俩就建立了感情了 虽然徐海东从来没有对女儿提起过 自己驰骋僵厂 奋勇杀敌的经历 但是他满身的伤疤 却瞒不过徐文慧的眼睛 他身上一共负了 就是打枪啊 负了九次伤 完了这 有一次伤呢 其他的伤也八个都是贯通伤 有一个伤在屁股上 特别当那个 刚刚那个 当那个游击大队长的时候 那时候是用呼应枪 那个 给挠了一张 挠了一个窟窿 所以就不是穿透了 其他的都是 在屁股上 用那红颜枪戳的 扎了个大窟窿 我还是叫他给我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 肩膀上 腿上 这都有 所以 那时候我父亲 还有个 二等的残肺症吧 他是因为 走路 这个腿还有一点 就是不太用不上力似的 但还不像瘸子 还没打到 像咱们讲的瘸子脖子 这还不是那个样子 那腿上 受个伤 胳膊 肺部再受伤 因为后来我父亲 这不引起肺结核 他一个呢 是肺部受伤 这不引起结核感染 后来加上劳累 这样有时候一打仗 多少个夜晚不能睡觉 劳累 又不能吃 这样积劳成疾 就引起肺结核 1939年 就在抗日的烽火 愈烧愈烈的时候 疾病却彻底改变了 徐海东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他病很重 有的时候呢 都是他们的 这些部下和人有一些 那我就记得 还有那个谭伯 谭正林 他们呢有一些 就打仗 有些到我父亲的病床前 商量怎么打 提让我父亲提点意见 赶好讨论怎么打 有时候鬼子扫荡的时候 我父亲呢 就睡在担架上 原来呢都是 他们走在前面 工作人员就部队走前面 我父亲走后头 一有情况 我父亲开始要打仗了 我父亲担架走的前头 告诉我曹东走 曹东走快办 他只会 没有人会想到 日后的几十年 徐海东都只能 与病床为伴 时至今日 徐文慧在回忆起 童年生活的时候 也都是母亲照顾 病中父亲的画面 头几年 因为他那个肺结核 侵犯了胸膜 从这个皮肤都不能碰 一碰就疼得不得了 做了个铁丝架 这么架在这 前面有铁丝架 被子盖在这个架子上 架了六年 我觉得我母亲 太伟大了 在护理上 那真是世界一流的了 真是细致 你像在南方 那么日圆热 条件又那么差 我父亲 卧床不起六年 六年不能 睡在担架上 不能起床 要这么躺着 没生过乳窗 要是卧床的病人 有几个不生乳窗的 在南方 有几个热的时候 不生肺子的 我护理的 我妈妈给他护理的 又是擦又是弄等等的 就没有生过乳窗和肺子 你说说 真是了不起 行军途中 徐文慧的父亲 徐海东 需要母亲照顾 而年幼的徐文慧 和大他两岁的哥哥 同样离不开母亲 所以兄妹俩 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 开始了居无定所的 部队生活 所以我们从小呢 跟着父亲走 都养成了不敢大声说话 小生 穿着衣服睡觉 说走吧 对了就带走 不许哭 这都训练出来了 特别小的时候 是两个小篮子 我哥哥和我 那边南方的挑东西的篮子 我呢睡在篮子里头 一个大篮子 一个小篮子 我这头青 我哥哥那头重 这边没有东西 压块石头 这样的 两边平衡 挑着走 这就是当年 我很小的时候 这是挑我哥哥 挑的那个箩筐 这个吊我哥哥 这是装我的 这是挑的篮子 我妈妈都给留着呢 这是我爸爸的 那个睡的那个担架 就是四个门框 这中间呢 是那个南方的棕子 边的那个棕床 这样的比较轻啊 走哪儿 都是睡在这儿 抬着这个人 战争年代 在部队行军中长大 徐文慧注定 有着不一样的童年 这是我和我哥哥 我们那时候都是 共济者穿着这个 是新市军的小军服 咱们也是小兵 小新市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